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康熙下令整死还是意外病死都会引起宫内外的猜忌 另外 幻西局是宫中最苦的部门 康熙没有直接将他弄死是因为爱面子 而把他打入幻一局相当于打入了活地狱 不得不说 罪是无情帝王家 这句话一点都没错 可以说郑春华的这条剧情支线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同时他们二人的事迹败露也导致了太子被依废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 太子印人在历史上有着两立两废的经历 在被复立之后 他指使老十三去杀郑春华灭口 从而一箭双雕 既可以破了康熙对自己的限制 又可以控制老十三 但老十三可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 于是与四爷密谋之后决定将计就计 假装杀死郑春华 背地偷偷将他救下 防止日后太子真的做了皇帝 还可以用他来制约他 可是在老十三见过郑春华之后才改变了他对他的偏见 原来郑春华一直心系太子安危 是真心的爱着太子 并认为自己罪孽深重 正因为郑春华的这番表现才使侠肝义胆的老十三为之动容 所以在老十三被圈禁之时才特意嘱咐四爷 将郑春华托付于他 至于雍正为何一定要处死郑春华原因不外乎两点 首先雍正十分看重名胜 自己私藏与太子偷情的数目 这要是传出去将是大清的一个花边新闻 另外要是传到康熙耳朵里 就算父亲知道自己是个治国好手 恐怕也继位无望了 所以他为了自己的圣名只能放弃郑春华 可见老四也是个富贵高手 随着兵变谋反之势太子被二废 此时郑春华已经没有了利用下诊 而四爷也是因为老十三嘱托 才将郑春华带到自己府中供养着 而对于郑春华还活着的消息 八爷也是心知肚明的 他之所以没有揭穿 就是为了用这个女人制约四爷 同时身为皇帝信臣和四爷心腹的王善 也是知道这一秘密的人 而八爷会得知这一秘密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八爷在四爷府中安插了几个眼线 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王善会知道这一消息 还是当初康熙在驾崩之际透露给他的 从而也不难看出康熙或明或暗 都在为四爷顺利继位扑路 而郑春华的存在却严重威胁了四爷继位 因为他住在四爷府上的这一消息 八爷是了如指掌的 这就相当于手上握了张王牌 等关键时刻打四爷一个措手不及 于是王善看不下去了 对四爷说 要是你不忍心就让老臣去见见他吧 而四爷的行为也算是默许了 果然在第二天 郑春华就自尽而亡了 对于郑春华来说 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受罪 他自入宫以来都在被人利用着 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喜欢之人 可他却为了一己私利 狠心将他杀害 最终郑春华还是沦为政治的牺牲品 可谓红颜薄命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